美国人正在遭遇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嫁祸危机。 2018年,美国当地媒体发布报答称,由于假货泛滥,国际大牌正在不断退出亚马逊,在这些品牌当中,有些选择终止与亚马逊合作,还有些甚至直接将亚马逊告上了法庭。 事实上,由于亚马逊对假货问题持纵容态度,美国人正在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嫁祸危机。 今年1月,美国政府问责局,对当地电商平台的假货情况发起了调查,该机构在亚马逊、沃尔玛、ABA等电商网站上购买了近50件产品交由品牌方进行检测,这项调查结果非常惊人,以亚马逊为代表的美国电商网站上,居然有43%的产品是假冒的。 调查结果公布后,美国媒体大致一惊,随后纷纷开展对亚马逊的调查。 一家美国当地媒体记者发现,发售价格超过200美元,公开市场交易价格,动辄上千美元的椰子鞋。 亚马逊上居然不到16美元就能买到。 该媒体称,就算是傻子也都知道这样的椰子鞋必定是假货,而亚马逊却放任不管,甚至在被质疑受假时,还把责任推给第三方。 即使是通过非包亚马逊物流配送的交易,它也以自己只负责存储,运送和处理付款,而非商品所有者为由,不承担责任。 亚马逊对待假货的纵容,也引起了很多国际大牌的不满。 苹果和奔驰母公司代母的公司,先后因为假货问题起诉亚马逊。 苹果还发现,亚马逊上销售的lightning数据线和充电器,竟然超过90%都是假货。 面对这场严重的假货危机,作为平台方的亚马逊,却没有任何作为,只是一味的推信责任。 这不仅让品牌芳心良,更让美国媒体极红了眼,纷纷开始为亚马逊支招。 有不少媒体一再撰文称,亚马逊应该向中国的阿里巴巴学习。 阿里正在建立一个由人工智能提供支持的打假系统。 根据阿里发布的2017年打假年报显示,阿里主动删除了以色列结州,97%以上线即被封杀。 据了解,国际行政组织还专程来到杭州,希望与阿里合作跨国跨境打假,将阿里成功打假经验向全球推广。 就连瑞士收视频剧头斯沃奇集团,CEO宁克海耶克,也通过媒体喊话,亚马逊应该学习阿里巴巴的成功经验。 对此,美国网友感叹,曾经不可一世的美国科技剧头,现在不得不向中国公司学习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,哎哟。